那么第一例确诊的这位女老师 她是带着超高的病毒量 结果再传染给了八名学童 以及一名学童的母亲 那么医疗人员现在就紧急的 匡列了123个人 那么其中有104名的师生家长 现在是居家隔离 但是大家很担心 会不会又是Delta变种病毒呢 那么指挥中心已经将四名个案的简体 送往了基因定序 那么预计呢明天的时候就会出炉 而这个将会是本土疫情爆发以来 最严重的校园群聚事件 小朋友庆生会没戴口罩 课程活动由小朋友摘下口罩摸鼻子 这就是爆发群聚事件的新北市幼儿园 如今停课14天 但疫情一发不可收拾 久力其中有一位 是里面的幼儿的母亲 阳性的案子可能会更多 决中心公布第一批筛检结果 确诊女老师一传九 本身夹带大量病毒传染给八名幼童 其中一人CT值十八点七 还有一名学童母亲也确诊CT值十四点六 这两人的病毒量都相当高 其他学童CT值则在二十到三十左右 而筛检阳性率高达百分之六十 令人担忧 根据疫调这名确诊女老师 七月打了一剂莫德纳疫苗 七月二十七号幼儿园复刻 但直到她在八月二十七号开始咳嗽 八月三十号演变成嗅味觉异常 发病整整三天 她都没有意识到已经染疫 而从八月三十号到九月三号 忍久天天到幼儿园受课 直到四号先生确诊被隔离 才发现得到新冠病毒CT值十七 病毒量相当高 而从八月二十七号发病后 除了周末以外上课整整六天 恐怕就在这几天把病毒传给学童 不过也不排除是学童传染给老师 还需要更多疫调 目前以匡列幼儿园一百二十三人 其中一百零四人居家隔离 包含十八名课后安清班学生及家长 就医师警告若是Delta病毒 无症状潜伏期恐再拉长一到两天 恐怕整个学校都要撤离 Delta传染力有这么强 幼儿园大规模染疫又出现病毒量高个案 医療结果未完全出炉 北部居民持续绷紧神经 接着周天的杨详 与SNG台北新北市采访报道 接下来我们就持续来关注 新北市的幼儿园 因为是爆发了群聚感染 先来看到昨天的时候 一瞬间就增加了有九例的本土个案 非常的吓人 而且九名的确诊者当中 有一名他是家长还有八名是学生 现在都去医院治疗了 那么这个幼儿园其实全部 一共是有47名的学生 那么家长以及十名的教职员工 现在全部都是居家隔离了 那么其实到了晚上的时候 他还是一个安清班 而且安清班这些学生跟老师 跟白天幼儿园的时候 其实是完全不同的 所以现在这些人也全部都是居家隔离了 但是大家开始担心了 现在难道是传进国小了吗 因为我们来看到新北呢 在昨天突然是赶快的提高到了强化的二级警戒 另外还宣布了有五校是停课的一个状态 我们来看到 就包含的板桥区的新浦国小 附设幼儿园是停课14天 那么国小的部分全校 现在也是预防性的停课三天 还有包含了菊光 江翠板桥 国小等等 一共五个班级 也是预防性的停课 还有另一个托育中心 也是停课的一个状态 所以现在大家开始担心了 有没有可能现在国小也沦陷了呢 当然我们是希望不会的 而北市呢 这边是宣布了有三所的幼儿园 一共有423个人 也是赶快预防性的停课一天 就希望这个病毒可以赶快的控制住 那另外我们来看到指挥官陈时中 他对于这整体的群聚感 他怎么说呢 他说他现在非常的担心 这个阳性率很高啊 所以他怕这个个案可能还会更多 可能接下来几天还是会不断的冒出来 这个是陈时中他现在最担心的事情 另外我们来看到指挥中心的资讯委员 李炳颖 他就说了 其实幼儿园的这些孩子 因为他们这个年龄层呢 他们还不能够打疫苗的 而且其实他们的行为也比较不受控 你很难去管好他们 所以现在只能够仰赖的 就是家长啊老师要赶快的提高警觉 及早的应变 有任何一点点的症状就赶快带去筛检了 那么另外呢 我们来看到 前民进党立委郭正亮 他也提出了一些质疑 他说因为现在还在基因定序嘛 还不确定到底是不是Delta病毒 那么如果是的话 这个指挥中心对于密切接触的这个定义 是不是要重新的来修改一下了呢 另外如果真的是Delta的话 是不是要再度升为三级警戒了呢 尤其现在开学咯 所以学生很有可能都会酿成一个群聚的这样的风险 另外他就说了嘛 就是现在你还没有疫苗可以给这些幼儿他们来打的 所以真的是非常的担心 而且他说就算是BNT疫苗 可能也要11月的时候 在美国才会通过开放给5到11岁的幼童来接种的这个EUA 所以可能要到11月的时候 美国那边才会通过EUA 那当然台湾的话就会再更晚一些 所以就提醒呢 家长啊老师一定是要照顾好这些学生 千万不要再酿成群聚感染 新北幼儿园爆发群聚事件 园长其实就住在楼上 不只楼上的住户幼儿园附近 更是人心惶惶 也难怪邻居内心 这位老师在确诊前十天 8月27号就已经出现咳嗽症状 8月30号出现胃秀绝丧失 但9月1号照常上课 直到先生确诊才被匡列隔离 更恐怖的是 幼儿园早在7月27号就开课 也就是说老师跟学生接触时间 至少40天以上 甚至还有家长投诉 染疫老师上课没戴口罩 而到底传染员是老师或学生 都还是个迷 从CT值来看 老师CT值只有17 但新增的8名小朋友 与一名家长9人CT值 落在14.6到35.8之间 更精确的说 其实只有家长CT值比老师低 难道有可能是学生传染给老师吗 是否为Delta病毒 还必须等待基因定序 但因为其中一名裁检阴性的老师 有在晚上的安亲班上课 因此还要扩大裁检 有一个老师曾经在那边有上过课 我们那边也把他框基加隔离 不过那不是同一个地点吗 据说这个 没有没有没有 他不同的进出口 小朋友染疫阳性率又偏高 就怕爆发大型家户群聚 市民绷紧神经纪的李嘉惠 王志文新北采访报道 好所以这个幼儿园的群聚感染案 现在是不断的延烧了 那么当然现在要赶快防止疫情 进一步的扩散 那么新北市长侯友宜 昨天他是在他的脸书上面 就宣布新北市现在提升为了强化二级警戒 那么板桥区谋妇佛幼停课14天 还有国小是预防性的停课3天 有专家就直言了这起群聚案 很有可能是家庭感染的延伸 新北市一间幼儿园的老师确诊 爆发群聚感染 6号单日新增9例确诊个案 其中包含了8名孩童 以及1名家长 新北市全面开战 市长侯友宜 6号晚上紧急在脸书上宣布 虽然确诊者精英定制还没有出来 但是由于高度怀是Delta病毒 新北市防疫提升为强化二级警戒 7日起板桥区某夫友停课14天 某国小成校预防性停课3天 其他三所学校总共5个班级 以及一个拖日中心预防性停课 另外医院及长照安阳机构 禁止探视医院陪并仅限一人 集会人数的规定也缩减为 室内50人 室外100人 Delta病毒来势汹汹 攻破边境来到家门口 民众各个人心惶惶 由于幼儿园的孩童 是无法打疫苗的脆弱族群 平常不但混班上课 晚上还去安清班 感染科专家直言 混班跨校上课是一大漏洞 从确诊者的CT值推测 很有可能是某家庭感染 传染给幼儿园的老师 再进而传染给学生 这起幼儿园纯具确诊案 波及双北 为了全力围堵Delta病毒扩散 双北将扩大狂烈筛件 记者综合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栏目